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講講看第一時間對林志堅的論文 你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的話 當然現在因為大學已經組成正式調查 委員會在調查 那為了不影響他們調查 我們不好意思說直接下結論 但是他的事實就是擺在眼前 就是有很多跟竹科的報告 有很多雷同類似的地方 而且高達好幾% 就是已經超過50% 所以這方面的話 到底他如何來產生這個論文跟竹科報告之間的關係 我想未來這個 中華大學的調查報告 應該把這些都把它擬清清楚 以示這個社會的威力這樣子 謝謝這個瑞雄校長 就幫我們開中民意 先講了 這中間很多疑點 但這就是要來比對 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會 我們國家政策發展基金會 要持續的做這樣的一個節目 就是每天我們也不要就是 論文整天拿出來給大家看說 你看超多少 大家印象不會深刻 那我們就每天就是分段的 然後告訴大家說 那到底他抄襲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 那今天你們看我們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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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報告跟林志堅的論文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完完全全 完全 不是抄襲 他是完全是複製貼上 這真的讓大家覺得非常的 不可思議 因為在這幾天 因為我們這節目做下去以後 開始有一些朋友也提供了一些資訊給我 那有人提供了一個跟這個林志堅 在同一個時間 也是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 碩士畢業的 他的一個同學 一個論文 他的論文名字叫做 台灣顧客滿意指標之研究 然後他這個研究 也是以足科 作為他的這個研究對象 但他講的也非常的含虛 本研究以財團法人 某一研究中心 在台灣服務之顧客為一樣本 但是我要講的是 他是真正去做問卷 他發出了600份的問卷 然後有效回收率為84.17% 然後他非常認真的把這個研究報告做了出來 當時做出這個報告出來以後 因為有人講說他們同學之間會不會有 互相抄襲的事情 那經過我們比對之後 發現這個只有部分相似 但是我們看得到這一位同學 就是林志堅的同學 他做這個研究報告的時候 他是以足科為中心 但是他是自己去做問卷 不會像林志堅就把足科的委託報告 完全就複製貼上 然後完全抄過來 所以今天這個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就特別提出來說 單單看這個中華大學 他的林志堅的報告裡面 應該要有一個謝詞 我看過很多人寫謝詞對不對 對 謝謝的人很多 從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謝謝到小孩子在我寫論文的時候沒有吵我 你怎麼要謝謝 那如果林志堅你今天 你要用足科的報告 你好歹也要謝謝足科 可是他從頭到尾沒有謝詞 所以足科委託報告他為什麼不敢寫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連謝詞都不敢寫 因為真的我們會覺得會有點心虛 可是我要跟這個林志堅特別舉一個案例給你做參考 那也是我們智庫同仁特別找出來 2012年的一個新聞 那匈瑪利的當時的總統叫做斯密特 那麼斯密特跟這個林志堅狀況不太一樣的是 他已經選上總統了 已經選上總統了 但是突然被發現在很多年以前 他還沒選上總統之前 他在布達佩斯的深梅威斯大學的博士論文 被發現涉嫌抄襲 你要記得喔 他已經選上總統 而且是很多年前的這個論文 結果被校方 因為有人檢舉他 涉嫌抄襲 所以學校就跟我們現在台大跟中華大學一樣 組成了一個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 結果布達佩斯深梅威斯大學 他們以33票贊成4票反對壓倒性票數 通過撤銷匈瑪利總統斯密特的博士學位 結果斯密特也因為這樣子就宣布辭職 那我這邊要講兩個我自己的感觸 第一個感觸就是 人家已經是現任總統 掌握國家的機器 比陳迷通的掌握國家安全局 他更有力量 可是被檢舉出論文涉嫌抄襲 他一樣下台 第二個 你看得到學方學校的肩膀有多硬 以33比4票壓倒性票數 通過撤銷總統 現任總統的博士學位 現在台大跟中華大學 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肩膀 願意承擔起這個學術良心 跟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能夠跟匈瑪利學一學 雖然匈瑪利的民主化比台灣慢 但是匈瑪利在查這個論文的部分 連他們自己的總統 他都沒有放過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案例 讓我有很深的感觸感觸在 所以台大跟中華大學 你們要加油 像剛剛瑞雄所講的 這個學校啟動的機制 結果怎麼樣我們要尊重 但是在審定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那麼強烈的抗壓性 學學匈瑪利 這是我今天一開始我自己的感觸 瑞雄可不可以再談一談 你在這個論文的事件當中 你在學術界 你自己看到 對學術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 假如調查出來之後 事實是有抄襲的話 我想 當場學校他會有相關的程序來處置 但是就當事人老遠 他應該 我們希望不管任何人 只要你真的有做錯事或抄襲 我們勇敢承認就是了 不要用一些其他的言詞來唐善 那我今天講的就是 我一直講說 我們大學要堅持這個 學術道德跟正直 就是 academic integrity 就是說 我們大學 support 是社會的良心 最後的一道可良心的防線 連大學都不能正直 不能誠實的話 那我們交出來的學生更糟糕了 對不對 整個社會的這個 道德風氣一定會垮掉 所以不管任何大學 雖然我們說台灣大學太多 但是大學畢竟就是大學 應該堅持他的學術良心 所以我們希望外界不要給大學干擾 像現在台大在林選校長 那些媒體就說 我們這個校長候選人 要不要對這個事情表態 但是因為現在調查報告 還在進行當中 我們不予說來問說 這個是抄襲不是抄襲或是怎樣 他就校長候選人的立場來講 他只能說 我們支持台大這個嚴格的來調查 而且公正的調查 那其他他也沒辦法講什麼 但是我們媒體 不要給這些候選人壓力 因為大學是一個獨立的 他有獨立的調查單位 我們的媒體只能視未來調查結果定 不要事先 要讓他一定要表態或是怎樣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在之前的時候 有人傳聞說 這個台大社科院的院長 蘇宏達 就是負責這次要召集 選術人李審定委員會的主席 聽說我要選校長 那大家就 大家就擔心說 會不會捲入了整個事件 變成跟校長選舉又扯在一起了 還好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剛出爐的候選名單裡面 沒有蘇宏達 沒有蘇宏達 所以蘇宏達是可以非常公正的來處理這事情 那管爺也講說 要很有承擔性的來處理這事情 對對對 不會含糊以對 不會含糊以對 那我們那個台大的那個名義教授黃光國老師 他也講到說 台大的校訓是 登品力學愛苦愛人 那中華大學的校訓是 琴璞成政 所以就要問說 那到底 台大能不能做到登品力學 然後 中華大學能不能誠實 以致虛問 那他裡面提到一點 他說 當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綠營的做法是 揪團 然後就是 去找人來 然後 來相挺 這個做法有點比較像江湖味對不對 那個 其實 像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很多人就說 我們林市長在新竹市做得多好多好 所以 不可能有這種行為 但是 我們要分辨清楚說 他在這個市政上做得多好多好 跟他寫論文的 完全是兩碼之四 不相干的 所以 我們也不希望大家 用這些 他的過去的政績 或是他的什麼 來模糊這個事件的焦點 我想 台灣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就是 時常會把 很多不相干的事情 給你搞在一起 讓民眾 分不清楚 到底這個事情的 原尾是怎樣 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假的 這樣子 我們希望媒體能進到這種 波亂反正的功能 雖然是很困難 在現在的環境底下 但是就我們學術界的眼光來看 這個網路啊 媒體啊 影響力的確很大 我們希望 有一些至少有一些公正的這個 媒體或網路的這個媒體 能夠 未來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能夠站在公正的立場 不要去偏頗 這樣子 我覺得 瑞雄老師 剛剛點出一個重點出來 因為事件發生的時候 有一些他的同門 師兄妹啦 這一些跳出來挺 他說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要拿出來 然後為什麼要拿出來 原因是因為 林志堅市長做得很好 沒有什麼可以批評 所以只好來講論文 我覺得剛剛這個張瑞雄老師 很清楚的點出來了 這一碼歸一碼 對 就是你今天你做得好的 我們給你肯定 對 但是你論文有沒有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去 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情啊 就像匈瑞利這個總統 你在任內被人家檢舉出來 你的論文 是多年前的論文 然後你涉嫌抄襲 那學校通過 他也是要黯然下台 那並沒有說你總統做不好 也許你總統做得不錯 對 如日中天 但是你論文是抄的 那抄就是抄啊 這不能騙人的事情啊 對 但是為什麼小英敢那麼 拍電影 我馬上就挺他 這個 有時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 你 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 蓋棺論定說 我是總統 那我說林志堅 他沒有問題 就沒問題 他正確來講 他好像沒有講他沒問題 他是講說 辛苦了啊 怎樣怎樣 基本上就是 可能小英就是 站在一個黨主席 然後提名他 所以給他安慰一下 所以我們也不要說 總統就是支持他說沒有抄襲等等這些 當然 就民眾的眼光看起來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在上位的長官 不管我們任何人在一個職位 對於這個 發生事情之後 我們不宜啦 在事情還沒有調查清楚之前 不宜就自己先立下一個立場 讓外界的觀點認為說 哇我支持誰 我支持誰 那未來的話 這個 調查的人 可能他會受到一些無形的壓力 哇總統都這樣講了 我要不要跟他相反啊 等等這些 所以 任何的 不管 尤其是掌權的人 更應該這個謹慎 不要事先的 預下一些判斷 是 因為 蔡英文他講的是說 為了選舉任意抹黑 不是成熟民主陰影的亂象 對對對 所以他也有講到啦 不要任意抹黑啦 是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 就不是抹黑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 會就是 兩三頁兩三頁喔 然後像手術刀解剖 最主要就是 我對比嘛 你看 瑞熊你看你 我列出來這個對比的情況 對圖都一樣 但是 我這邊再提 提醒一下 就是說一般老師他接外面的計畫 那計畫 接過來之後 總要有人去做啊 那通常是他的 碩士班 或博士班 學生去做嘛 去研究嘛 那研究出來之後 當然就有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 當然是 委託單位他拿去 用參考 但是 就學生偶然 他也可能在 做這個 研究案的 同時 把這個報告的成果 當成他的論文的一部分 這基本上是 還是可以接受 但是 就是說 要在 合約上要寫清楚 就是說 我這個 接你的 研究案 是我 請我學生來做 他 在做這個研究案的時候 順便會把這些 研究的成果拿來 當作他論文的一部分 這是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我們事先要講清楚 那另外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在自協的地方 也要把這個 講清楚 這樣子 我覺得 張二強老師講得 非常的清楚 因為 他本身在教育行政上面 歷經過好幾個大學的校長 看清楚教育行政 跟這個委託單位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也是在追見事情 我是覺得 如果照你這樣講 我完全百分之百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 不管是我們這裡 然後拜託黨團 就請足科嘛 對 說你就把這一份 委託報告的合約書拿出來 那假以雙方 那到底學校團隊 權力義務是怎樣 對對對 然後學校團隊的成員 到底是哪些人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那你總有一些 要報仗的程序嘛 對不對 我們寫委託計畫 一定要有報仗的程序 哪些人支了哪些錢 那比如說 李志堅在裡面辦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他的角色是怎麼樣 比如說 他是去做問卷調查 設計那個 研究模型的 這個分量就不一樣 那他如果是去跑腿 去發送問卷 就發問卷給廠商 然後隔幾天去收問卷回來 那重要性又更低 那萬一你又是去買便當的 那責任性更低 所以我們就說 你給我們那個委託書 看出到底乙方的團隊 中華大學團隊 到底有哪些人 林志堅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第二個 你的報仗的單據裡面給我們看 林志堅領了什麼錢 那如果林志堅在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也講的 那頂多他疏忽說 因為他認為這報告全部是我寫的 甚至是老師抄我的 然後我就可以把竹科報告拿過來 可是即使退一萬步了 像瑞雄所講的 那你好歹這個竹科是人家的報告 你要在解釋上面說 感謝竹科 因為我做了這個竹科這個研究案 所以會變成我的論論 這是這個因果關係要給他寫清楚 因為這一點一直是我們在追的 那後來大家去查以後說 竹科大概在過去二十年當中 只有委託過兩次 報告做那個顧客滿意度的 所以他不難拿出那個合約是嗎 如果今天我還在立法院 說實在 我就到科基波到竹科去 就是拿出來嘛 那請你立委 大家現在都不太敢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沒有所謂封存三十年的問題 這個本來就很容易長 而且竹科如果你不心虛 你就一翻兩瞪眼嘛 你拿出來給大家看 那今天就不用饒盤大家來做這個事情 那同樣的剛剛我們提到的 這個小英給這個林志堅 他的打氣鼓勵說 不要任意抹黑 然後不要 這不是成熟民主應有的一個亂象 但是陳明通 我一直覺得有兩個疑點 就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講了兩句 應該講說一個是書面 然後他另外一個是他講出來的 一個就是說 他用國安局長的這個官簽 然後來說明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 就是說今天發生的事情是 台大的事情 用台大教授的名字 對 你不是國安局長的那個身份 所以不應該用國安局長的名義 這是兩碼的事 第二個 你怎麼可以馬上就講說 這個林志堅的原創性 比另外一個同學強 那如果說你的原創性比那個同學強的時候 你不應該讓那個另外一個同學畢業嘛 對不對 他論文就很明顯就知道他有問題嘛對不對 沒有基本上不應該有兩個論文 重複的相同的那麼多 不管 天底下 除非說 這很難 因為你是一個論文嘛 那變成兩個人當作碩士論文畢業 這基本上是說不通的啦 我自己也寫過論文 我自己覺得說 如果即使你裡面 用的字是一模一樣 即使有一兩段 造理都不可以 你可以引述別人的 引述啦 要quote 對 對 那怎麼可能說 完全那個 你看 完全原文造超 這個 那我們也是很認真去比對 像我剛一開始提到的 跟他同期畢業的同學 那有人也檢舉說 他們的論文有相似的地方 那我們透過那個電腦軟體 我們去比對以後 發現相似度 不多 那我們就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也不能夠說別人有檢舉 我就隨之起舞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那位同學 跟林志堅同班同學 他也是以足科為這個研究對象 但他自己發問卷啦 對啊 所以他自己發問卷 他自己做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反正現在 即使是國外的 現在國外的會議論文 或是期刊論文 你一投稿之後 他第一關他就是論文比對 通常假如你超過百分之十五 他就把你reject 你說你這一篇論文 跟人家的重疊度有達到百分之十五 他就不接受了 所以現在投稿 即使你要引用人家東西 都是要我們叫做rephrase 就是說你重新根據你的讀懂了 然後把它重寫一下 不能說把人家的文章照超過來這樣子 是 我自己很深刻的感覺 你怎麼可能你寫的東西 百分之百跟另外一個人 有一段 兩段 三段 五段 十段 是一樣的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一定是copy 所以copy水 那另外一回事 那一定是copy的啦 那copy之後 你至少要後面註明說 這一段文章從哪邊來 等等的寫 我們當時在寫那個論文的時候 老師第一堂課都會教方法 每次我講說 那你的論文那個你引述 到底是要放在當業的底下 還是放在文末 對不對 都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說你要很清楚的去引述 你的資料來源 那不是你的原創 所以引述是絕對可以 而且老師還規定說 同學你要注意喔 你不能夠引述過多 因為你引述過多 就沒有你的原創 其實我都 那麼多年了 我都還記得老師講得特別緊 他說你不是把很多文章 湊在一起以後 然後引述這個引述那個 然後老師最後就問說 那你自己的見解是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我看完那以後 我就想說 有那麼多重疊 我真的是無法接受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 張校長他以前 也在花蓮救過學校 所以他很知道那種 後段班學校的那種壓力 那即使現在 即使現在班的學校 也都面臨到聲援不足的問題 所以 大學退場的問題 是不是也影響到 很多學校在招收 在這班的時候 他只要有人就好 因為 怕招不到學生 然後 老師沒有學生可以教 然後學校沒有薪水可以發 那最後就說 反正大家互取所需嘛 然後越偏遠的地方 越不是媒體關注的重點的地方 會不會就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 最後就回歸到 那個老師自己本身的 所謂 學術良知良心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擔任老師的 學生來接受我們指導 我們要不要好好的來指導他 告訴他 什麼是正確的 什麼是錯誤的 如何來做你的這個論文 我不是說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為了生存 然後為了學校等等 就隨便招生隨便放水這樣子 所以 即使現在有很多機制論文比對 或是什麼 到最後還是回歸指導教授的指導 所以 這一次 發生這個事件之後 其實 指導教授本身 應該也是這個 Defense的一方 就是 因為你是跟這個學生 合作這個論文 你指導的 所以 你應該也是 等於說 辯護方 就是說 你不能說 這個 學生做的跟我無關 或是怎樣 所以 到最後還是回歸這個老師 他的學術良知跟良心 他要不要好好指導一個學生 還是隨便的放水 這樣子 是 像台大要做的學術 倫理審定 有些人就提出悲觀的看法出來 說 他需要三分之二的委員出席 三分之二委員的通過 然後他才能夠認定他是抄襲 然後做不處分 當然是很嚴謹 但是現在這個學術圈裡面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因為現在學校生存都很困難 然後要爭取研究計畫 也都是學校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那誰敢得罪官報 誰敢得罪官報 所以我就講說 大學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承認自己是一個大學 就是不受外界的壓力 不受這些額外的干擾這樣子 那我想 我還是相信這個大學 他應該 這個調查委員會應該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 來做出一個結論 到底這個論文的情形是怎樣 還是要給他信心跟信任 我現在就在想說 會不會找得到足夠的委員 因為委員通常都是匿名的 應該還好啦 這個委員部不會公開的 你相信嗎 這個進去 記者會在旁邊 裡面只要有一個異議分子 或是有別種想法的人 那他可能就把資料洩漏出來 所以有人像趙阿光他們就有呼籲 說乾脆喔 公開 公開嘛 那公開敢不敢講真話 公開可能就找不到委員 說真的 你講對這件事情 那我之前我擔任那個公事董監事的審查委員 我們也是全程要公開的 但就發現全程公開喔 有些東西是不方便說的 因為你怕你一講出來 那萬一傷到人 所以很多事情反而不好處理 包括立法院裡面 那個朝委協商 現在也是公開以後 很多事情也不能講 所以也許你讓這些學者 可以充分的來審查 也許他們壓力 對 但是問題大家就很擔心說 那最後會不會變黑箱 你看我現在台灣的民主政治 已經變成矛盾了 照你避密審查是對學者的信心 然後給予他的充分的支持 讓他不要背負外界的這個壓力 免得到時候又被查水表啦 然後整個被超過一次 但是現在擔心說 那我不公開 會變黑箱作業 真的很麻煩 對 那所以我說 這就是一個社會的trust的問題嘛 然後你連這個事都沒辦法信任 那天底 那我們台灣沒什麼可以信任的 就是你講 你說你的我不相信 我說我的你不相信 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是其實 為什麼說現在 即使美國 或是世界各國的這個民主 都面臨一個危機 就是這種兩極化 兩個陣營講的話 互相都不相信 而且 沒有一個公正的單位 可以來做裁解 那就是為什麼說 為什麼媒體 其實應該是很公正的第四權 但是為什麼現在媒體 他也是為了生存 也要接政府的案子 也會變得這個pample 就是整個民主社會的危機 就是這樣 這是美國很多人 他都看到的現象 其實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台灣社會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事情出來 對方就說 你是這次抹黑 這是破黑 那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 如果 審查的結果 不如另外一方的話 我可以 那個帽子 大家都已經想好了 都已經訂做好了 對不對 就你先錄為主 對不對 你未審先判嘛 都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這次也是 台大跟中華大學一個機會 也是 台灣高校圈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剛剛有跟張校長提到的 就是因為學校現在為了求生存 很辛苦 然後 廣收各方學生 我還知道有些私立學校的 這些老師很辛苦 他要去高中高職去 負責招募學生 都要 那還列為那個老師 是否續聘的一個指標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啊 那就是少子化沒辦法 那你大學需要學生才能生存 那你沒學生 沒學生就沒老師 沒老師就沒行政校長 沒大學 就要倒掉了 可是校長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我們栽培了那麼多 很好的高教的老師 是 你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念博士 然後他放棄了美國的高薪 對 台灣的大學其實 老師的水準 或師資設備其實都不錯 可惜就是沒學生 所以台灣沒學生 他一定要從國外引進嘛 那偏偏我們現在跟 最大學生來源 大陸關係又搞不好 所以現在就拚命找東南亞的學生 但是 東南亞第一個經濟不好 他來台灣 他自己付不起學費 就要去打工嘛 那打工之後 又 教育部又說 喔你這個是非法打工 什麼什麼 一大堆問題 像現在很多科技大學 不是被抓嗎 那這主要就是 我們一切都是沒有透明化 像大學到東南亞去招生 都是自己單打獨鬥 那你自己單打獨鬥 大學對東南亞不熟啊 他一定要當地的人幫忙招生嘛 那教育部也說 欸你這樣叫做 透過仲介招生 不行 要自己去 那你這樣自己去哪 招得到學生 所以很多人還是 私底下透過仲介 那仲介 他就是想把學生引進來 他根本 不管你第一個不管學生的數值 而且都跟學生騙說 喔到台灣來 台灣政府會給獎學禁喔 你就來念書就好 那其實來到台灣 就是要半工半讀啊 來付他們的協會啊 所以很多學生就會覺得 他被騙來台灣 所以這整個事情 其實可以給他制度化透明化 因為現在 台灣的工廠缺工嘛 大學缺學生嘛 那這些學生來 剛好可以彌補工廠的人力 跟大學的學生啊 只要我們把制度透明化 跟東南亞那些要來的學生 跟他講清楚 你來台灣 室內書沒錯 但是你要自己付協會 怎麼付協會呢 就是你可能 一個禮拜有幾天的時間 要去工廠工作 這一切透明制度化 我想就不會有問題 而且可以解決很多大學 跟工廠缺工的問題 是 我謝謝這個 我們前台北商業大學的 校長張睿雄 最後這個 廢伏之言講出了 怎麼樣 救這些大學 在後段班頭 真的壓力很到握 我有時候 看到我一些朋友 他很認真 然後他過去的學歷條件 也非常好 那只因他回來的時候 正好很多工廠大學 沒有那個缺 因為老師還沒到退休年齡 所以他就到市立大學去教 教一教學校 也不錯 就待下來 待個一二十年 突然現在面臨到少子化 中年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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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無用武之地 然後 條件都非常好 我真的有時候 替他們感到 不捨跟委屈 那像張孝良所講的 如果今天教育部 你就公開透明化 讓他制度化 大家不要 遮遮掩掩掩 對 就像今天 為什麼會發生林志堅的事情 講那個源頭 就是學校為了活下來 老師為了要能夠有教職 所以我只好盡量有學生 就像人家講說 大學一分他也收 為什麼 我有學生 可以復學會的都收 那復學會的是老闆 對不對 那你怎麼敢去叼老闆 所以今天林志堅的事情 說穿了 如果林志堅你不選舉 你不是公眾人物 你的洞見觀戰 但不影響社會 那也許 你跟有些人是一樣的 但是今天你作為公眾人物 我還是覺得他必須要學學 匈牙利的前總統 然後既然抓出來了 人家現任總統都可以辭職 那你不是現任總統 你就不參加競選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人生 下次再來 對不對 假如真的抄襲 也不用說就不參加競選 反正就認錯 承認錯誤 還是可以選 沒有人說你抄襲 就不能選 沒這個華麗 好吧 張瑞雄是偉大的教育家 對對對 我也在這邊講 知錯能改三摩大焰 好吧 今天張瑞雄校長講的 知錯能改三摩大焰 如果你今天就認錯 張瑞雄校長說 你繼續選沒有問題 對 因為你最起碼 你也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認錯了 我認錯就好 好吧 我們謝謝我們前台北商業大學的 校長張瑞雄 然後他今天 發自肺腑之爺 跟我們談了理論一天的論文門事件 然後同時也 我們也談到了 這個台灣大學的這個 退場機制 很嚴重 那就不要遮遮掩掩掩 就讓他制度化 救救台灣的教育 也不要讓很多很好的老師 真的被迫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甚至面臨到失業的事情 我們再次謝謝瑞雄雄 也謝謝所有的朋友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繼續進行第六集 那這些我們解剖的東西 也可以繼續細看 我們每一個解剖的動作都非常的仔細 沒有任何的顏色 完全公開透明 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瑞雄雄 謝謝大家